军训时,室友说他爸是上市公司老板,转头就嘲讽我没见过世面,是乡下土包子,穷鬼吃不起饭,不料我一看照片乐了一个电话,设有富豪老爸赶来一句话他吓尿了,军训三十六度的大热天,所有连队都在树荫下休息,只有我们连队在被迫占军资。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我那爱装X室友,诚可心,我们在大太阳下训练,他坐在树荫下吹着小风扇,指挥着指挥呢,自认为专业地说我们动作不到位不如其他连队。 对,好家伙,可以说我们是一众连队里动作最标准的,就连我当司令的老爷看了都该夸我们好样的。 偏偏我们教官是个势利眼,一得知诚可心家境好,和辅导员关系好,就上赶着舔他。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说不行,那就练,往死里练。 而得到辅导员特批,诚可心根本不用参加军训,喜滋滋看着我们流汗。 一起训练的同学们也都任劳任怨,没有半句怨言。 只因为诚可心他爸是大老板,有钱。 他说到时候能安排同学们去他爸公司实习。 从同学嘴里,我才得知诚可心家里是开公司的。 在没开学前,就请辅导员吃过好几顿饭,送过好多次礼了。 本来还想着我爸也是开公司的,我们处好一点,可以有点生意上的往来。 笑死,人家根本看不起我。 背后偷偷骂我土包子,在导员面前说我坏话。 说起导员那简直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当代大泥腿子,程可心装病请假逃军训,他一口一个可心同学要不要去校医院? 身体是大事,老师送你去。 我真的得病,肚子痛得脸都发白,向他请假。 他反而怪我抹粉装病,耍滑头。 让我多向程可心学习学习,不仅成绩好,而且人处事周到,从来不撒谎。 真给我整校了,就因为程可心是关系户送过礼,你就这么昧着良心夸他。 那我爸还给学校捐过楼呢? 校长都对我爸点头哈腰的,按理说我不得提前预定个名誉校友的称谓。 他估计得把我供起来。 我默默咽下了这些话。 我爸是个老实人,从来不让我在外面过度张扬。 他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本本分分做人,才能走得长远。 于是我在学校和普通人无异,谁都不会想到我是个富加千金,还是富得流油的那种。 明晃晃的日光照得我头晕眼花。 别的连队都解散去吃饭了,只有我们还站在这里。 小可怜,还站着呢? 一阵低沉的轻笑声传入我的耳朵。 我抬头一看是景颂,我上辈子,上上辈子乃至勇士的冤家。 景颂你别太得意。 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小心我告诉景阿姨,你欺负我把你腿翘坏。 他欠欠地把我头上的帽子往上顶了顶,给我摆了个鬼脸。 吃鸡腿去了,馋死你。 说完我的肚子姑,得叫了一声。 他捏了捏我的脸,笑出了声。 这时程可欣一扭一晃地走过来,真不怕把腰扭断。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嗲着声,景颂哥哥我们去吃饭吧。 他伸手要拉景颂的胳膊被景颂眼疾手快地躲开了。 程可欣给我放下一句狠话,认清你自己的身份土包子。 别想勾引我男神,他看不上你。 我,你看他倒贴我我要不要? 看着他俩并排的背影,我心想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景颂眼睛是被降忽住了吧? 我对着他俩的背影比了个国际手势。 一想到这才开学一周景颂就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男神。 这简直比我被荡城镶下来的土包子还难过。 临走前景颂给我手里塞了个东西冰冰凉凉的,该不会是他嚼过的口香糖吧? 我张开手一看,是冰凉贴,算他还有那么一内内良心。 我们总算解散了,我带着饭从汹涌的食堂大军中突出重围。 刚到宿舍门口准备推门进去,就听到程可欣在说我坏话。 钱多多也太穷酸了吧,连个肉菜都吃不起,只能可怜巴巴吃点青菜。 你们说我要不要大发善心给他添点伙食费啊,穷到吃不起肉菜。 我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饭,一份炒玉米粒,炒西兰花,一个鸡腿,确实挺清淡的。 但我那时放假在家鲍鱼海参各种甜品吃多了,一个假期足足胖了十斤。 我妈是个十足的窈窕美人,实在看不下去她大闺女胖成球,便给我找了个私教,给我搭配饮食。 私教让我严格按照食谱控制饮食,在她眼里成了我穷得吃不起饭。 她这么穷居然叫钱多多了,笑死我,好土,不如叫穷多多吧,宿舍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的名字是可以被随意拿来嘲笑的吗?钱多多怎么了,多吉利。 我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 我妈说她生我的时候,难产差点死掉,就因为我的一生啼哭,把她从鬼门关里拉回来。 我爸心疼我妈,就让我随了她的幸,盼望我幸福多多,快乐多多。 就因为我出生叫了这个名字,我们家简直跟开了挂一样。 日进抖金,从市里不起眼的小公司不到五年,一跃成为市里的龙头企业。 连我爸的生意伙伴都夸我的名字有福气。 他诚可心是个什么角色,对我的平头论足。 我推开门,正在讨论的三个人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讨论。 只有乔宁戴着耳机,一言不发。 我把饭和腾的网桌子上一放。 他们安静了不过三秒,又咧咧嘴开始了。 我实在没力气和他们争辩了。 干饭,先干饭,饿死我了。 我正吃到一半。 程可心突然大叫一声,什么胃啊,你们闻到了吗? 水身上的,真臭。 说着,他就拿起香水到处喷。 尤其集中火力对着我,我饭吃到一半,都喷到了我的饭里。 这还怎么吃啊? 我是一点臭味没有闻到,反倒是他劣质的香水味闻得我头疼。 我把筷子一扔,程可心你什么意思啊? 程可心坐在上床居高临下看着我。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些人身上有股穷酸掺杂着骚狐利的味道熏到我了。 就知道勾引男人,他低声低咕。 我翻了个大白眼,真给我整无语了。 这我要是还听不出来,真是白活了十几年了。 按戳戳说我勾引景颂。 我和景颂幼儿园就认识了,从小打到大,我俩妈还是好闺蜜呢。 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他就跟在我身上装了追踪器似的。 到了新学校,我不想声张,见了装作不认识他罢了。 在他眼里说句话,就叫勾引了。 那他知道我和景颂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不得气疯。 我和景颂就是普通朋友关系,请你不要污蔑我。 我咬着牙,一字一句道。 程可欣鄙夷夷地笑了一声,笑死我了,你什么货色也配和景颂做朋友。 他可是景家的公子,我气不过对他,我还是钱家的公主呢。 而且我说的是事实啊。 程可欣听了我的话,笑得更张狂了。 哪个钱,没钱的钱吗? 我火一下子上来了,是打到你骨折钱管购赔的钱。 乔宁摘下耳机,冷眼看着程可欣,午休时间不睡觉,就滚出去。 程可欣弯了我俩一眼,都是些没素质的土包子。 乔宁把手骨捏得嘎嘣响,程可欣害怕地拉起床帘。 这个宿舍唯一对我没有恶意的大概就是乔宁了。 听他们说乔宁在高中打架就很厉害,没人敢惹,冷着一张脸特立独行。 程可欣欺软怕硬,也不敢惹她。 乔宁看着我大大的笑脸,点了点头。 天哪,帅姐姐我好爱。 我把剩下的饭收拾扔到垃圾桶里,却发现了垃圾桶里我开学送给他们三个人的见面里。 我妈亲手调的香水,又是无价的那种。 开学第一天,我是一个人搭出租来报到的。 因为我和家里闹掰了。 我爸非要开着家常版的林肯,带着我家十几个阿姨去给我搬东西。 整整给我整理出十来个箱子。 拜托呀老爸,我是去上学,一星期回来一次又不是在学校定居。 这么多东西往哪里放? 平时一贯教育女儿简朴朴素的人,怎么一遇到女儿的问题就彻底丧失了理智了呢? 我一气之下,拎着我的三个皮箱,独自搭出租,来到学校。 因为东西太多太重,自己没有办法搬上楼。 好心的司机叔叔帮我把东西搬上去。 我到的时候,只来了几个人。 看着人都挺和善,我挺高兴。 没过多久,全部人都到了。 司机叔叔操着口音,逆儿全部搬完了。 好嘞,谢谢您。 我多给司机叔叔发了一百块。 我特别感谢叔,要不是他我得累死在路上。 没想到这一幕被程可欣看在眼里,他认为司机叔叔是我爸。 明里暗里嘲笑我穷酸,父亲就是个目不实钉,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打工仔。 我反驳他,他只认为我好面子狡辩。 就连我哪一个假期一针一线做出衣服,都让他贬低得一文不值。 他说这种老掉牙的古董也好意思穿出来。 说我是哪个村沟沟里出来的土丫头。 她是眼睛瘸了吧? 这可是刺绣。 我乃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制衣能手,这衣服花钱也买不来爱。 那都是我乃对我的爱,不是正是场合我才舍不得穿。 你可以说我人和衣服不大,但你不能说我乃做的是垃圾,反倒是他桌子上放的那款包包,一看就是假货。 我故意夸张,哇哦,你的包包好漂亮啊。 他得意的挑挑眉,没见过吧? 这是LV新款,全世界只有一款,有钱都买不到。 墙头草是有负荷道,可惜你家真有钱,好厉害啊。 是吗?全世界仅有一款的那个,不是我妈被咽了,送给阿姨买菜了吗? 怎么,是买菜阿姨也被咽扔垃圾桶,被她捡回去了? 我凑过去打量了一下,好厉害啊,这个设计款连线头都这么个性,纹路都扭曲得别具一格。 他这连高房品都不算,做工极其粗糙,周围人都安静了。 诚客心仗红脸,把包藏到背后。 你眼睛有问题吧,哪里来的线头,不识货的穷鬼。 我,我柜子里的名牌包都塞不下了,我不识货。 我没有继续与她争辩,我不想开学第一天就与人交恶。 我拿出我妈调配的香水送给她们。 我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调香大师。 为了开学和大家处好关系,我特意提前找到了同宿舍其他四个人的照片。 让我妈百忙之中,根据她们的气质调出了不一样味道的香水。 平时我求着我妈都不一定能得到这个机会,外人更是一箱难求。 没想到诚客心看都没看一眼,喷了一下说是劣质香,难闻。 随手就扔桌子上了,我觉得挺好闻的呀。 有个女生道,诚客心撇了撇嘴,没品味,几块钱的烂货罢了。 那女生低眉顺眼,再没说话。 其他人的脸色有些难看,不过兜了乐呵呵地收下了。 我以为她们是真喜欢,没想到。 如今,这些倾注了我妈心血的东西就冷冰冰地躺在垃圾桶里。 说不寒心是假的,但想到好东西没有糟蹋在她们身上,也算是幸运。 山猪吃不了细糠。 我把香水从垃圾桶捡出来,拿回家给我妈让她改进改进,做款新项吧。 诚客心万万没想到,自己曾经看不上的东西,日后她会为此会抢破头。 中午被诚客心祸害得我没吃饱饭,本来就不够吃,还被我倒了大半。 我在朋友圈发文,好饿呀,哭唧唧JPG。 底下一堆损友晒她们吃大鱼大肉,火锅的图片。 这对于一个简直气的少女来说,简直是要命。 这还不是最令人气愤的。 景颂这个老六直接给我发了段视频。 他在喝汽水撸串,吃麻小。 他怎么这么恶毒,给我发这样的视频。 气得我写了五百字的小作文骂他。 一个中午被香得没睡好。 下午继续训练,我饿得前胸贴后背。 报告。 一声红亮爽朗的声音回荡在连队内。 我抬头一看,是景颂。 他来干嘛? 报告教官我找钱多多。 我? 找我干嘛? 一道灵力的视线落在我的身上。 程可欣坐在阴凉处,手里的帽子都要救坏了。 在景颂的软磨硬泡之下,教官同意我出去。 走前我不屑地看了一眼程可欣。 你男神来找我了,羡慕吧。 景颂把我带到角落,偷偷摸摸,把手伸进衣服里。 他不会是要从兜里掏炸弹吧? 我谨慎地后退一步。 他从怀里拿出一把裹得岩石的烤肉。 拿出的瞬间就把我相迷糊了。 还热着,快吃。 我捧着一把烤肉刚要下嘴,又放在他嘴边。 他揉了揉我的头,难为你个小没良心的,还想着我。 他刚刚张嘴准备咬,我抽手喂到自己嘴里。 你准备吃,看来是没毒。 景颂,我大快朵一起来。 对不起了我的肉肉,对不起了私教老师。 他掰过我的手,狠狠咬了一口。 真记仇啊! 他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释出反常必有妖。 他给了我一个暴力,我在你心中就是这种人。 我边吃边回复,当然不是。 这才哪到哪,你只会更坏。 气得景颂给了我一个脑瓜崩。 他炸毛,我那是怕你饿死我没法给钱阿姨交代。 就说他怎么突然变暖男了,怪惊悚的。 吃饱肚子,我整个人都精神了。 快看看,我嘴干净没。 景颂用指腹妈撒了一下我的嘴角。 可脏。 我,他笑吟吟的,一看就是在说谎。 我瞪了他一眼,之后便和他分头行动回了队伍。 刚走到拐弯处程可心拦住了我。 他气冲冲拉住我的手,一脸怒意。 景颂找你干嘛。 我甩开他的手,没什么。 我话音刚落路尽头,出景颂探出个头。 钱多多你叫官找你。 说完来了一个骚气的问。 好家伙,给我恶心的,差点烤肉吐出来。 这一幕落到程可心眼里,就是我俩有奸情, 还是我不要脸单方面勾引的那种。 还说没什么,不要脸的谎话精。 程可心面目猙獰,像是要把我吃了。 既然你这么想让我们有什么,那就随你心愿咯。 我夹着嗓子,两根手指戳戳戳。 景颂哥哥,景颂哥哥说,我快要被自己整幽了。 快点说。 我让他凑到我的耳边,景颂说你是个麻袋。 什么? 贼能装备? 程可心像是被点着了的炮杖,噼里啪啦的。 你个土包子还敢骂我,我今天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他扬起手狠狠落下的瞬间,被我一把抓住。 这时,程可心身后传来声音。 住手。 教官气势汹汹走过来,我甩开程可心的手。 他一脸严肃,钱多多同学,你怎么能打可心同学呢? Excuse? 你再说一遍,谁打谁? 我打程可心。 我真想把你头打飞。 程可心红着眼眶, 教官我就是和钱多多同学说军训是件很严肃的事,不能随便逃,他他就要打我。 真是上好的碧罗春啊。 钱多多目无纪律,归队领罚,绕操场跑二十圈。 二十圈? 这是想跑死我呀。 既然说我打人,那我不来点真格,岂不是对不起他? 我撸起袖子,准备把我练了多年的跆拳道技术展现在程可心这个绿茶身上。 这时,一份明晃晃的证据摆在了程可心和教官眼前。 打脸来得猝不及防。 乔宁拿着相机从我身后走到教官面前。 教官,你看用这张图片作为咱们军训成果的宣传图片怎么样? 教官看了一眼相机里面的内容脸都绿了。 程可心更是气歪了脸。 图片中程可心怒目远征地扬手要打我,我才是个可怜巴巴的被霸凌者。 程可心瞪了我和乔宁几眼,眼白都要站满眼眶了。 乔宁举起相机就是拍,真美。 程可心最在乎自己的形象了,拍丑照简直在要他命。 你给我删掉。 程可心摆出大小节架子,张牙舞爪地要上来抢相机,被乔宁反手擒柱推开。 程可心见没有机会就气冲冲扭头就走,给我走着瞧。 教官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一向有组织有纪律的教官竟然连承认错误都做不到吗? 乔宁的话置地有声,走出几步的教官和程可心顿住脚步。 随口一句污蔑连句道歉都没有。 对不起,钱多多同学是我误会你了,教官不自在地道。 对不起,程可心的声音和那会比起来简直是声若文影。 我拍了拍耳朵,可能是你那会打到我耳朵了,我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啊? 程可心震惊,我明明没。 就你长了张嘴会栽赃,我难道不会为自己抱不平吗? 乔宁扬了羊手里的相机,他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大声道,对不起,行了吧? 幸好乔宁是军训的宣传员,负责拍照,正好拍下了这一幕。 要不然,我真的百口莫辩。 按我说,我爸就不该给学校捐楼,应该捐监控。 每个角落都上监控,让校园霸凌无处遁形。 谢谢你,乔宁。 从今天起,我就是乔宁的迷妹了,好萨好帅。 他争了争我的帽子,对程可心这种人,就要硬气一点,别傻乎乎等着被打。 我用星星眼看着乔宁,嗯嗯。 他叹了口气,算了,他要是再找你麻烦你就来找我。 哦耶,帅姐姐照我,我也是有靠山的人了。 之后,程可心好几天都没跟我说过话,就是时不时讽刺我几句。 我也不在乎,我不想和这种没素质的人多费口舌。 这天军训结束后,他突然邀请我们去吃饭。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 程可心邀请我们全宿舍去西餐厅吃饭,本来就话不投鸡半句多,我拒绝了他的邀请。 钱多多,你该不会是没去过西餐厅,怕去了丢人吧? 开什么玩笑,我家在市里开了好几家西餐厅,西餐都快吃腻了,我没去过。 我只是和他在一起吃饭,倒胃口罢了。 不去。 程可心鄙夷地笑了一下,你是不是怕吃不起啊? 我请你不需要你掏钱。 我家在本地能排上富豪榜前三会没钱吃西餐。 我不明白到底谁给了他高人一等的错觉。 算了,这人无药可救了。 程可心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我和他一起去。 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我答应了他,我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花招。 程可心穿得珠光宝气,笑得灿烂极了。 跟去参加什么宴会一样,吃个饭至于吗? 把你那件土了巴基的衣服穿上呗。 我理了李依领,再说一遍是你不懂欣赏。 程可心扎扎嘴,钱多多你最好一直这么土。 我,瞧您走过来,很好看,很漂亮。 就是,不识货的东西。 你喷了我送你的香水,冷冽又带点雪松的清香。 他笑了笑,嗯,我很喜欢。 太好了,回去让我妈多配点送给他。 我们坐着程可心家司机的车来到餐厅。 这司机怎么看我怎么眼熟,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 真巧,这就是我家开的餐厅。 我家餐厅什么时候重新装修换风格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在大门口东瞅瞅西旺旺,拿出手机拍照发给我爸。 程可心拎包走过我身边,没见识的土包子。 我,餐厅装修得也太好看了。 我给我爸发语音。 程可心一脸嫌弃,别说你认识我,太掉价了。 他大步向前走去,你穿假衣服背假包我还没嫌你跌缝呢,你倒说我掉价。 我的小姐,好久不见您了。 经理迎上来,脸上堆满笑意,没事,你忙你的去吧。 我们落座,随后服务员端上来很多甜点餐品。 我们还没点东西啊,一个摄友道。 服务员,我们小姐说带朋友吃饭特意嘱咐的,请慢用。 可心餐厅居然是你家的,你家好有钱啊。 程可心倾咳一声,小意思了。 我也没反驳,我倒是想知道他这个B能装多久。 我原以为就我们五个人吃饭,没想他还邀请了别人。 最令人无语的是还是以我的名义。 景颂和几个男生走过来,程可心满心欢喜地盯着景颂,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位置。 谁知景颂看都没看一眼,直接坐到了我旁边。 程可心坐在我对面,气得眼睛都要喷火了。 怎么想起约哥吃饭了? 我什么时候约他吃饭? 我顿时想到程可心为什么执意要我来了。 他这是打着我的名号约人,满足自己的私欲啊。 我插起一块水果就塞到他嘴里。 吃吃吃,他说我约你吃饭你就相信答应了。 他一脸猛逼,真想打他一顿。 景颂哥哥,你想吃什么呀? 程可心把菜单递给景颂,景颂面无表情,结果递到我手里。 你看看吃点什么,点多点,军训都把你饿瘦了。 滚远,我不想再胖成球了。 我翻开菜单,加了好多新菜,全是英文,西餐就西餐你整那老多花里胡哨的干嘛。 我来是吃饭享受来了,又不是学英语。 之前就和我爸说过,我爸说西餐吃的就是档次,神秘。 要是叫什么烤大类牌子,捡牛肉筷子,这不就没档次了? 我伸出手,服务员麻烦读下菜单,介绍下菜品,谢谢。 程可心不屑地勾了勾唇,没见识连菜单都看不懂。 我把菜单给他,你行,那你来。 程可心接过菜单半天没说话,之后服务员来了他支支吾吾,指了直左上角的英文。 这个一看就好吃。 服务员面露难色,小姐不好意思,那是我们总厨的名字。 周围的空气都安静了。 被总厨听到,估计得吓得干颤。 我扑痴笑出了声。 好家伙,你在装,在装啊。 程可心脸仗成猪肝色。 我我那是指错了,我指的是下面这行字。 对不起,那是厨师长的名字。 周围人都使劲憋着笑。 装X不成反打脸。 随后在服务员的介绍下,我们点完了餐。 你哪里来的这件衣服啊? 景颂摸了摸我的衣服。 没等我说话,程可心连忙回复, 景颂哥哥是不是超级吐气,好丑的。 景颂深深地瞅了程可心一眼。 好看,而且很不一般。 这一针一线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做出来的。 针法都很有讲究。 总算碰到个实货的了。 我自豪道,我乃特意给我做的。 我靠,奶奶做的。 钱小多,攒奶为什么不给我做? 谢谢,那是我奶。 跟谁攒奶呢?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想白嫖我奶的手艺。 程可心坐在对面,脸清一阵地白一阵。 我我也觉得还不错的。 程可心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好会见风使多艺女的。 菜品上来了,我没有继续对她。 我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切割着我面前的牛排。 因为军训时,左手手腕扭伤,这个切割的过程就变得异常困难。 给我切来气了,我大手一挥。 服务员麻烦给我来双筷子。 说完,周围死一般地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吃饭罢了。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多顺手啊。 程可心笑得直不起腰,眼里的鄙夷都要把我淹死了。 像八老,连刀叉都不会用。 我,乔宁的刀子在盘子上滑得嘎吱响,吓得诚可心不敢再出声。 乔宁,多多怎么了? 我左手前段时间扭伤了。 景颂把我的手拉过去看了看,什么时候伤的?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他居然没有嘲笑我,眼里满是担忧,搞得我一阵不自在。 没事,一点小伤。 景颂替我把牛排切好,要为我被我拒绝了。 叽叽歪歪,我是伤了左手,又不是两只手都废了。 服务员把筷子拿上来的时候还给了半蒜。 吃肉不吃蒜味到少一半,这是我在这家餐厅一贯的吃法。 谁吃西餐吃蒜啊? 真是没见过世面面,诚可心的话噎在嗓子眼。 景颂,服务员给我来跟聪。 靠,他是要对我发动口气进攻。 景颂冷冷地看着诚可心,要跟聪土吗? 见过世面吗? 你这么见过世面,怎么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 诚可心咬紧下唇,被质问得无地自容。 只有这种装太过在乎面子而又自卑的人, 才会时时刻刻想嘲笑别人没见过世面。 吃到一半,我想起之前和爸妈来这里吃饭存的半瓶酒。 饰瓶好酒,让乔宁和景颂他们尝尝。 我报了酒名,让服务员拿上来。 诚可心急得差点掀桌子站起来。 钱多多,你知道那酒多贵吗? 别以为我请客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诚可心咬着后槽牙低声道。 我学着他的绿茶样子,这不是你家开的餐厅吗? 开瓶酒都不行吗? 我是穷鬼,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景颂勾唇一笑,在桌子下面给我比了个大拇指。 诚可心的心估计都在滴血。 你不是爱装有钱人吗? 好好装。 看他想发火,又不敢发的样子,真爽。 到了结账的时候,诚可心看着账单脸都清了,半天没说出话。 趁着几个男生去上厕所的时候,他把我们几个叫过来,说要 不是你说好你请客吗? 我抱着胳膊,冷眼看他。 对啊,另外几个室友附和,毕竟爹的话,每个人出的钱可不少呢。 没有人会为了他装要请别人吃饭,而自己贴钱。 诚可心拉着一张脸,我说的是我们一起去吃饭。 而且还不是钱多多开的那瓶酒,要好几万呢。 自己耍无赖,还要推锅给我。 我记得那瓶酒,就你喝得最多吧。 从始至终没有说话的乔宁道。 我不在意道,那我把景颂他们也叫过来一起吧。 诚可心急忙过来拦住我。 好啊,在景颂他们面前打肿脸充胖子装大款, 在我们面前圆形毕露,暴露媚男的本性了。 这时经理走过来,我们小姐说了九号桌的单不用买了。 诚可心顿时神清气爽,高傲地仰着头,享受着另外几个室友崇拜的目光。 小姐,这次的菜品您还满意吗? 还形成可心的话梗在喉头。 经理静止走向我。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可心才是餐厅的老板呢? 另外两个室友大为不解。 经理脸色一沉,我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了,是看着小姐长大的,我会不知道小姐是谁。 您说是吧多多小姐。 我点点头,没错。 诚可心和另外几个室友都惊呆了。 室友,你,可心,这不是真的吧? 诚可心脸红得跟喉屁股似的,她捏紧双拳。 可可能是餐厅不盈利,我爸买了吧,钱多多正好当了院种接盘侠。 针嘴比命硬。 这位小姐请注意您的言辞,不时的言论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们餐厅从未转让过,而且年净利润都是千万以上,不存在亏损。 诚可心,正好一群男生过来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以一种奇妙的眼神重新审视诚可心。 这可是挫伤了诚可心的自尊心,她都不惜以装晕的套路来逃避了。 我的头好晕啊,我好难受,快扶我去医院。 另外两个室友扶着她出门。 经理,小姐,咱们餐厅不是有医护人员吗? 医护人员来了她还怎么装啊? 到时候,额上咱们餐厅就得不偿失了。 记得回去把钱给我呀。 承可心小姐。 我把后面几个字咬虫。 承可心一个踉呛,差点从台阶上栽下去。 我虽然钱多,但也不是冤大头。 我不会去占他们便宜,他们也别想一边骂我,瞧不起我一边沾我的光。 乔宁站在一边仰起嘴角,多多小姐,我需要,你钱吗? 什么?多见外呀,把那新鲜的澳洲龙虾给我宁宁姐端上来。 我俩看着彼此捧腹大笑。 景颂,我也要。 爬远点。 此件事后承可心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了。 千方百计,想扒我黑料。 就连我暑期发的朋友圈都被他扒出来嘲笑。 那条朋友圈发的是我和我爸回老家帮我乃收麦子的照片。 照片中,我爸只出现了个背影。 他穿着普通衬衫,戴着草帽遮阳,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民形象。 完全没有在公司那种挥斥方球的老板模样。 程可心就说,我家是普通种地的,天天打肿脸充胖子。 种地的怎么了?农民多伟大,没有种地的他吃个屁。 而且,我爸他就算再是个大老板,我乃一声令下,他也得开着他的百万豪车去给我乃拉麦子。 我笑了一声,我爸是农民,那你爸呢? 居然有人想跟我拼爹。 他喜滋滋扬其手里的照片,我爸是老板。 是你望尘莫及的存在。 我定睛一看,是酒会拍的照片。 有点意思,我指着最中间的人,这中间站的是你爸。 他一脸牛逼,当然了。 这不是敢巧了,中间站的人也是我爸呀。 他找出一张二人合照,爸倒是我爸,但我爸旁边的人是诚可心。 我确定以及肯定我爸对我妈忠贞不二,绝对不会出轨。 所以他在撒谎。 这批图技术真牛啊,真是活酒见,见过偷东西的,没见过偷爸的,你爸好厉害哦。 我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声张,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我俩的爹是怎么回事。 那天,正好我出校门去取快递,碰到诚可心和一个男人走到角落。 我一时好奇就跟过去看了看,爸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到了吗? 闺女,爸可是脱了老板的关系才买到的。 诚可心接过男人手里的礼物带。 原来这才是他爸,有点面熟。 他是照片里站在我爸旁边的那个笑得一脸谄媚的男人。 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爸公司的部门主管,赫赫有名的狗腿子。 那马屁给我爸拍的,都快和司马相如有衣拼了。 天天在公司秀自己女儿有多优秀,部门同事都快讨厌死了。 好家伙,原来是有其父才有其女啊,装手腿还遗传。 回到宿舍,诚可心就开始炫耀自己带回来的东西。 说他爸给他买的东西多珍贵,抢都抢不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皆都接触不到之类的。 我以为是什么西式珍宝,原来就是一瓶香水。 我越看越觉得那个瓶子熟悉,能给我看看吗? 诚可心厌恶地瞪了我一眼,你又不识货,给我摔坏了怎么办? 我好歹是在我妈这个调香大师身边耳濡目染长大的。 别人我不知道,但我对香水的了解肯定比他诚可心强一点。 我不要脸地凑过去看了看。 我直呼好家伙,这不是我妈前两天给我说她新调出的香水吗? 更敢巧的是就是之前送给诚可心被她扔掉的那瓶。 她之前弃之如碧铝的东西,现在像个宝一样捧在手上夸来夸去。 真的不觉得脸疼吗? 我都感觉到尬了,你要不要闻闻你的新香水。 诚可心嘲笑道,知道这香水多贵吗? 你配闻这么好的香水吗? 也不怕鼻子受不住这个福气。 我特么锦号星号鱼,一直以为网上的奇葩室友是段子, 现在看来那是照镜子。 这是在我寝室按监控了吧,妥妥是记录我院种生活的记录片。 虚荣的人怎么会放过这个夸耀的机会? 没过两分钟,她就拿出香水喷了一下。 味道传到每个人的鼻子里,是我妈调的那款,实锤了。 柑橘的青田中又带着股微微的色意,如同花季的少女般,热烈而又羞涩。 非常有记忆点。 室友,这款香水的香味有点熟悉啊。 你们发没发现,好像和钱多多送可心的那款有点像啊。 程可心一听这话立马反驳,像什么像,他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和我这大师调配的限量款的能比吗? 是有尴尬的负荷,也是,也是。 对对对,我钱多多送的专属定制就是破烂货,你挤破头买的就是珍宝。 双标真让他玩明白了,对付愚昧无知的人的最好手段就是捧杀。 程可心你可真有本事,程可心骄傲地地笑了笑,他要是长尾巴估计都能撬到天上去。 我一脸迷惑发问,可听说你爸是远程公司的老板,这款香就是他妻子前谴调的,也就是你妈,你怎么还要自己买呢? 程可心有一瞬慌乱,随后大言不惭道,怎么了,我们家不爱走后门,就算是我妈调的香, 也得经过官方渠道买,好一个不走后门,厉害,真厉害,这不仅偷我爸,还偷我妈。 程可心一脸戒备,你问这干什么? 我漫不惊心道,哦,没什么,就是恰巧啊,我妈也叫浅浅,也和调香打交道。 乔宁在床上看书,露出一个看透一切的蔑视笑容。 程可心当下就急了,她快步走到我的床边,仰视上铺的我。 钱多多你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 我戏谑笑笑,没什么,你就当我开玩笑吧。 随后我拉紧床帘,任凭她再怎样,质问我都没回应。 我就是不说,急死你。 床帘露出一条缝隙,刚好能看到程可心慌乱质疑的表情。 她喃喃自语,不可能,一定是她在说谎,我淡淡一笑。 我都暗示得这么明显了,她还是坚信我在说谎。 果真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就这样戳穿她,也太便宜她了,装X是要付出代价的。 捧得越高,越坚信自己的身份,摔得才会越惨。 也不知道景颂这人抽什么疯,中秋节那天送了我一大束花。 说是一朋友送女朋友买多了,顺手扔给她了,她不想浪费就给我了。 当我是垃圾桶吗? 我看着这一大数九十九朵玫瑰陷入沉思。 好家伙,景颂这朋友是个渣男啊。 这花还能买多?几个女朋友啊? 我和景颂吃饭的途中她一直坐立不安,欲言又止。 看得我很是疑惑。 你痴疮破了? 景颂,景颂皱着眉,耳垂微微泛红。 钱小多我就不该对你抱有什么幻想。 她幻想什么? 她向来有话直说,什么时候这么磨叽了? 又是让我小心兵饮又是让我慢点吃甜品。 我差点扔筷子走人。 好不容易吃完饭,我要找乔宁,去玩她拦住我,偏偏要我和她赏月。 怎么,活了十几年,没见过这大月亮啊? 她一脸委屈,乔宁重要,还是我重要? 我想都没想,乔宁。 她怎么好意思拿自己和乔宁比,她配吗? 景颂,乔宁你今晚最好别睡太死。 我看着她低头难难,你一个人瞎嘀咕什么呢? 哦,没事。 景颂摟住我的脖子,把我拖走。 反正我不管,你陪我散步。 景颂,我真想把她头打飞。 我和宁宁姐的二人时间啊,我们漫步在校园里。 我抱住一束别人不要的玫瑰花,像个呆头鹅一样,听景颂东拉西扯。 要不是顾念这么多年邻居情意我早给她揣了。 景颂慢慢靠近我,她含情默默注视着我的眼睛。 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美,我都对这种眼神习以为常了,因为景颂这人看电线杆都深情。 我抬头一望,云彩把月亮堵得严严实实的,有个鬼的月亮。 景颂你要不要听听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人眼瘸了? 我不知道自己那句话惹这位爷生气了,他转身就走,临走前还带走了他的垃圾花。 没走出几步又折返回来,把花往我怀里一塞。 想明白了吗? 后悔了吗? 我,成我没发火你给我快点走。 我对景颂已经忍无可忍了。 景颂谨慎地后退几步,一张脸上一彩分成,委屈巴巴又难掩生气。 钱晓多你这个绝情的木头。 说完气冲冲走了,还忘记带走了他的垃圾。 回到宿舍就看到程可欣坐在桌前,目光死死追踪着,我像是要把我吃了。 他质问我,你到底怎么勾引景颂让他给你表白了? 啊,别吓我呀,景颂什么时候给我表白了? 莫非就是那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这也太含蓄了,谁能听得出啊? 感谢他的内敛,要不然我得在楼下扣出一座安全屋。 这着实是中秋节的一份大礼了。 程可欣走过来推散我,你说话呀。 我把花狠狠往他怀里一塞,景颂给我表白你嫉妒了。 那正好这束花是我和景颂爱情的见证,你这么喜欢,那就送给你吧。 他喜欢景颂,我偏不让他如意。 打蛇打七寸,杀人要诛心。 程可欣气急败坏地怒吼,钱多多。 我捂住耳朵,赏了他一个白眼。 尖叫要是能解决问题,驴子早就统一世界了。 我懒得和他争辩,现在满脑子都是景颂暗戳,戳给我表白这件事。 只要我装死够呆,景颂就奈何不了我。 自此程可欣更加视我为眼中定肉中刺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他恨我到这种程度。 程可欣不惜使出栽赃陷害这种阴招。 那天刚上完课我和乔宁一起回到宿舍。 程可欣急急忙忙地在找什么东西。 可欣,你什么东西丢了呀? 一个室友问,我前几天新买的香水不见了,那可是限量版,有钱都买不到。 天天跟个宝贝一样,恨不得抱着睡觉,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室友,你再想想,是不是落在哪里了? 我都找遍了。 我坐在床上便吃薯片,边看他们三个能搞出什么名堂。 我在你们柜子里找一找,都没意见吧? 虽说是对全宿舍人说的,可是目光独独对准了我。 这要是没点什么,都说不过去了吧? 其他人都同意了。 不行,你凭什么乱翻我的东西? 我直言不会,他摸我东西,我都嫌弃。 和他在同一个宿舍呼吸空气,已经是我能容忍的极限了。 要不是学校规定,大一不能校外住,我早搬出去了。 钱多多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我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没想到程可欣这人不讲理,直接上手。 没等我同意,他就翻起了我的柜子。 我在上床下来的时候,衣服已经扔得到处都是了。 乔宁把程可欣从我的柜子边拉开。 乔宁,程可欣你别太过分了。 程可欣音质一笑,找到了,小偷女。 她从我的衣服堆里,找出那瓶香水。 原来如此,这是几个人演戏要给我扣小偷的帽子啊。 就那香水,我要多少有多少,至于去偷。 我冷着脸,程可欣栽赃好玩吗? 什么栽赃,就是你个穷鬼嫉妒我。 偷我东西,不知道景颂怎么会看上你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小偷。 呵,真是开眼了。 程可欣一副善解人意又高高在上的嘴脸,真叫人恶心。 只要你在学校万能墙上主动承认自己偷东西的事实, 并且给我道歉我可以既往不救。 既往不救? 我品味着这几个字。 你不救我可要就已救了。 我拿出手机,学校万能墙正好谈出最新的消息。 我实在不敢相信上大学还有这种偷东西的人, 大家都是经济系的同学,我不想说出我设有的名字, 可他真的太过分了。 我知道他家庭条件不好,连名字都盼望着富贵, 于是我在宿舍小心翼翼维护他自尊心, 没想到最后却纵容他成了一个偷东西的白眼狼。 程可欣这篇八百字的小作文真是可歌可泣, 句句不提我的名字, 可句句都在说我。 他成了光明伪正的好摄友, 我成了泥坑里偷东西的臭虫。 难为他费心提前编好了? 我直接打开拨号键。 喂,110吗? 警察同志有人栽赃我偷东西, 对,就在华大。 程可欣上来夺过我的手机, 他大惊失色, 你怎么报警了? 我一闪躲过他的手, 这种说不清的事还是交给警察来比较好。 你不是爱闹吗? 那就闹大一点。 我扯着他的胳膊, 走吧。 去去哪? 辅导员那里, 让辅导员先平平理, 这样看客才会更多。 程可欣站着半天, 没动作。 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 走就走。 我用卫生纸包裹住脏物。 视力眼辅导员, 不愧是收过礼的, 一边倒得向着程可欣。 开始还好言相劝, 完全不听我的解释。 见我油言不尽, 直接威胁我, 给我甩脸子。 这是闹大了, 对谁都没好处, 这点小事, 也不用惊动警局, 打个电话跟他们解释一下说, 咱们私下解决。 钱多多同学, 可欣同学说了, 只要你道歉, 就可以原谅你, 你也不要不识好歹。 程可欣神气十足地, 站在辅导员旁边, 真是一秋之河。 你拽个毛线啊, 多多, 多多, 是警送的声音。 我往门口一看, 黑压压的人把导员办公室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对了, 程可欣不仅在万能墙发了消息, 还在我们班群说了我偷东西的事。 这些人都是来看我多么卑鄙, 怎么低头认错的。 我爸妈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趁着人多, 这次我就要彻底扒下程可欣这层装X绿茶皮。 警送拨开人群, 匆匆忙忙跑到我身边, 粗喘着气。 他双手扶着我的肩膀, 担忧地打量我, 问我有没有事。 他揉了揉我的头, 对不起, 我来迟了, 别怕我相信你。 本来我一点也不难过的, 即便有什么多人误赖我, 因为我知道我没错。 但警送这么温柔地安慰我, 无理由地袒护我, 我就感觉心堵地难受, 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乖乖受委屈了。 他站在我身边, 我只到他的肩膀处, 他的大掌轻轻盖住我的眼睛, 挡住我微微泛红的眼眶。 警送哥哥, 钱多多就是个不要脸的小偷, 他都是装得善良。 警送历声呵斥, 闭嘴, 离我远点, 多多不是这种人, 你少污蔑他。 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果, 承可欣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道员把茶杯疼得砸在桌子上, 耸拉着一张脸。 你是谁, 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掺和? 警送把我搂紧, 我是钱多多的未婚夫, 他的家人, 你说我又没有资格。 他说完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 我都不会思考了, 我错愕地抬头看警送, 他的神情严肃又认真。 我都怀疑我耳朵出问题了, 承可欣一双眼睛好像要喷火, 把我烧成灰。 我女儿偷什么了? 我妈挽着我爸的手走进来, 爸爸, 他们的宝贝女儿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我爸给我一个放心的眼神, 我妈拉住我的手拍了拍, 承可欣的下巴都要惊掉了。 可欣, 那不是你爸吗? 室友在一旁低声道, 承可欣咬着牙, 闭嘴。 我冷冷一笑, 对了爸, 你什么时候在外面认了一个女儿? 我这位室友可是说 她是远程公司老板的女儿。 我爸连忙贴亲关系, 我只有你一个宝贝女儿, 我可没这么糟心的闺女。 承可欣脸红的都要爆炸了, 毕竟承可欣在全班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了。 门外的人跟吃到什么大瓜一样, 一个个眼睛亮晶晶的, 交头讨论。 她语气慌张, 不, 不是这样的, 导员倾咳一声。 多多爸爸, 多多偷拿了可欣同学的一瓶香水, 导员阐述了事情的经过, 但是态度和那会儿天差地别。 见我爸妈不好惹身份不一般, 就开始祸悉泥, 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真是会见风使舵。 老师, 您那会儿可是让我别不识好歹的。 我爸冷哼一声, 不识好歹。 郑老师好大的官威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华大改名叫正大了。 我爸几千万的生意丢了都没这么生气过。 导员脸色有些难看, 从椅子上弹起来, 连额头的汗都来不及擦, 连连否认我的话。 啊, 你当我爸是你爸, 会信你的鬼话。 我妈一脸端庄得体, 听说这位同学是弄丢了瓶香水是吧? 我对香水略通一二, 能让我看看吗? 我妈打量了一下, 笑了笑, 多多这香水咱家不是有很多吗? 之前你还特意送给过同学的。 下意识告诉大家, 我绝对没有偷东西, 都是程可欣在自编自演。 对啊, 就是给她了, 她还扔了。 程可欣的脸已经发白了, 我一步步向她走近。 想起这个味道了吗? 开学你说, 难闻劣质的。 或许你知道, 你奉为珍宝的香水的调香师是谁吗? 浅浅。 浅浅又是谁呢? 程可欣被我逼在墙角。 我妈妈。 而不是你妈。 门口的人激烈地讨论。 好家伙, 半天程可欣的身份是假的呀。 那她吹什么吹, 她有什么是真的呀? 好虚荣啊。 真是活久见, 偷别人爹还偷别人妈。 这才是小偷女呀, 真装。 她不是最喜欢装Lex吗? 继续装啊。 程可欣摇着头, 心虚地躲避着大家审视的目光。 没没有我没有, 我家有钱的, 我爸是老板, 我没说谎。 我想了想, 恍然大悟道, 你爸不是我爸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吗? 叔叔什么时候还搞兼职了? 我爸公司妙小怕事容不下叔叔这座大佛, 还是放叔叔自由, 让叔叔在自己的公司大展拳脚吧。 我要让我爸下达解雇程可欣他爸的通知, 被程可欣阻拦。 别别解雇我爸, 别告诉他, 我我那都是开玩笑的。 我根本就不会跟我爸说这些, 而且, 我爸怎么会听我的话, 草草决定公司职员的去留。 我爸秉公无私更不会因为家属否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 我只不过乍乍他让大家看到真相罢了。 一会儿慌慌张张进来了个男人, 钱总, 您怎么来了? 校长笑得满脸褶子, 要和我爸握手。 我爸看了一眼没有回应, 校长善善放下手。 我女儿来学校是来学习成才的, 而不是被人泼脏水, 栽脏构陷的。 校长抹了把汗, 连连点头。 校长首先处罚了导员, 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同学的行为。 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导员还收礼了。 导员腿都软了, 连忙否认这回事。 迫于所有人的压力, 校长表示停止调查。 导员跌坐在椅子上, 久久没有回过神。 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他逃不掉了。 这时门口的同学为警察让开一条道。 警察进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陈可欣直接慌了。 他手抖个不停。 他抓住我的手, 钱多多, 多多,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是我卑鄙, 诬赖你, 我再也不敢了, 别送我去警察局好不好。 警送把我揽在怀里, 掰开他的手。 现在知道错晚了。 陈可欣跌坐在地, 慌张地掉眼泪。 不行, 不能去的, 会留下暗底的, 我的人生不能有污点。 求你了, 我真的不会再犯了。 多多我知道你最善良了。 我后退一步, 你有没有想过, 你把那些恶毒的词语, 什么土包子, 穷鬼, 穷酸, 吃不起饭官在家境不好的同学身上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影响。 你过的是嘴瘾, 可能影响的就是别人的一生。 他们一生都要活在这样被嫌弃, 被看不起的阴影之下。 而你一丝一毫都不会认为自己有错, 只会认为他们的命就是贱, 活该被你看不起。 诚客心呆坐在原地, 摇着头。 你又想没想过, 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同学, 没有那么多人为我说话给我帮助, 我被诬赖构陷时该有多无助, 会对我一生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你一时兴起为了满足私欲栽赃我, 这难道不会毁了我的一生? 而这些你通通都没想过。 我居高临下看着他, 那你凭什么让我放过你? 你的人生不可以有污点, 别人就活该被喷得满身污泥吗? 诚客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被警察带走。 善恶终有报, 他应该为自己做出的事付出相应的代价。 虽说可能都达不到立案的程度, 可只要让他心中产生敬畏就足够了。 事后我问警送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一时兴起解围还是, 我不想再逃避了。 警送认真道, 我对你从来没有说过假话, 也从没一时兴起过。 我的心被歧义地触动了, 这么多年, 我好像从没这么认真看过警送。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好像一直都停留在初中, 那个爱捉弄人, 风风火火的男孩,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俨然已经成了 我无助时下意识想寻找的依靠。 他好帅, 让人好有安全感。 他好像也不是看谁都深情, 都谁都好, 只是在我面前温柔, 展现出他鲜活的一面。 他的眼睛好像有一汪春水, 让我沉溺其中。 你之前说今晚月色真美。 我搂住他的脖子下压, 在他唇上轻轻一吻。 我觉得你比风更温柔。 全文晚安。 好帅。 好帅。